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肉质比较细腻 然后就是比较好吃 所以输出的量也在每年增加 但是呢是2001年吧 牛海绵状脑髓叫什么 那叫什么 口蹄 口蹄 还是什么 还是什么东西忘了 那叫什么病 因为就是这个病大量发生 2001年就是因为这个输入国 比如说中国禁止它的牛肉输出了 但是呢日本产的牛比如说松板牛 比如说这样各种各样的牛 出口的第一位的话是柬埔寨 然后第二位是香港 第三位是台湾 香港和台湾是地区啊不是国家啊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但是有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柬埔寨购买日本的牛肉这么多 很有可能就是通过柬埔寨 然后从柬埔寨再把日本的牛肉运到中国 为什么说的就是说柬埔寨的牛肉大部分都进到中国了 因为柬埔寨是穷是富 我不知道我没去过不太了解 没有发现权啊 因为柬埔寨的当地的居民 他们根本都没有听说过 那个日本的和牛进入到柬埔寨 牛肉就是 你问我在日本想吃的牛肉最多的是哪种牛肉 如果是我想吃那个酱霜肥牛肉 像那种肥牛类的牛肉的话 我会买日本的和牛 像比如说做酱牛肉啊 做那个牛板筋呢 像那种牛肉的话 我会买国外进口到日本的牛肉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日本的牛肉好吃 但是贵 澳大利亚产的牛肉啊 还有美国产的牛肉啊 虽然说稍微有点硬 但是便宜 要煮的吃 反正是把它煮的特别软特别烂 再吃这样的话就是无所谓了 朋友们 你们喜欢吃牛肉吗 或者是对牛肉有什么看法 再或者是 你有没有就是好的做牛肉的菜谱 有的话留言告诉我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儿 期待你的点赞评论转发和收藏 我们下期拜拜 这个视频 点赞评论转发和收藏